但驗了7日後,發覺到,根本都是陰城,根本都沒有禁業 所以其實大家都看到這一輪病毒,大家要搞清楚是什麼人 其實就算之前都有一些流鼻水,或者為什麼這麼多糖 但驗了7日後,發覺到,根本都是陰城,根本都沒有禁業 所以其實大家都看到這一輪病毒,大家要搞清楚是什麼人 是不是死人,如果不是死人,為什麼會搞死人這麼誇張? 我覺得,你嚇香港人,不論是袁國勇,梁什麼位教授,林鄭月娥那些 你這樣做,是什麼意思?你是否講科學?還是在玩東西? 你玩的,不要玩香港人,我們走了就算了 你在那些香港人,生出來給你玩嗎? 第二,坦白說,基本上大家都認同,接下來的病毒 其實他那個毒性,他的感染力是強的 其實真的像以前,將他變成傷風感冒 或者甚至是那個情況,我覺得那個情況真的好像打個黑池,流鼻水 如果你品口力弱,那你就可能像重感冒,可能要睡一兩天 但是又不會廢花,又不會雙費,各方面 所以你說今次這個港共政權推出以往那個禁 似乎已經是無效,我當時覺得是無效 無效的一個做事 為什麼我會說無效呢? 第一件事,之前市民做了這麼多事情 人就不能出街吃飯,出街吃飯要分出桌坐 出街吃飯,甚至要限時限刻 第一,但是現在突然好像以前做的事沒有用,白費的 讓你一聲令下就可以回到以前這樣 第二,就是拿那個叫安心出行 那隻安心出行,不是用來看哪些人在哪裏中招 跟著通知人要自己做檢測是什麼 為什麼後來是要透過所謂信用卡付款的紀錄 那就是一開始,我無論在香港或在這裏做節目 都已經說了,安心出行是垃圾是廢的 然後,垃圾廢不要緊,還打算加這個健康碼 跟中國那套連在一起 坦白說,我想除了那一百三十多萬廢柴回大陸之外 還有什麼人敢回大陸? 回大陸幹什麼?拜生嗎?拜練嗎? 對不對? 所以,你硬要屈香港人裝,安心出行已經是錯 現在要把港版健安貿是錯上加錯 第三,如果大家還有腦子,沒有腦子的 你自己放在床上的枕頭,拿回你的腦子出來 先放回去,你才聽我的節目 什麼中國好恨跟香港開關嗎? 什麼廣東省好恨跟香港開關嗎? 什麼深圳好恨跟香港開關嗎? 什麼大灣區好恨跟香港開關嗎? 香港的林鄭月娥、李嘉超 可能聞說少許要口出燒 人家才會說,看你這麼可憐,我可憐你 想想先跟你開關 所以坦白說,整件事,我再說抗疫有沒有浪費時間 根本人都不是想抗疫,是玩東西的 袁國勇又玩東西的,那個姓梁那個教授又玩東西的 整班都玩東西的,林鄭又說更加玩東西 那頭前兩天就說人家做假消息,要抓人 那頭原來是自己做假消息的,那個消息是來自她的 那很肯定的事情就是政府裡面 已經有人對林鄭月娥不滿,是要放消息出來 坦白說,你是要做的,人家要放消息 你們自己不要出聲,你看一個大大聲 1月3號,政府就說有人造謠 1月4號,大公報就說人造謠,又要抓又要鎖 然後原來最遙的那個來源,那個消息的真確性 是來自政府自己的 那是不是覺得很多巴掌覺得自己很爽脾呢? 那不怪的,每天可以林鄭月娥上無線電視 自掛30分鐘的,會有很多人看的 那當然,我想從一個這樣的角度去理解 那就是,我不知道會不會拖到倫歷新年 今年又沒有連拜,又不可以外出街吃飯,各方面 那你知道的,林鄭月娥,她由北京下來之後 那時候,習近平都沒有跟她說,有沒有連任 以林鄭月娥的性格,習近平說給她開綠燈的 她不可以跟她說她自己會連任做特首嗎? 那為什麼對到現在,死口只是說,我只是到6月30號呢? 對不對? 那所以,你從這些知私問我認識 我想整件事簡單來說是抗疫而已 但是其實,都跟這個特首選戰都可能有一些關係 那之後,可能有些朋友看完這個節目 就是在看這個節目都有一些疑問 就是,其實你搞到,你連外國的航班 那8個國家的飛機都來不了香港 那是不是,就是令到香港 當然,其實最嚴重的情況就是 會不會連一些透過飛機運來香港的貨物 或者一些郵件都受到影響呢? 因為那些飛機不可以下來香港 因為覺得那些人有病 覺得那些人下來,就會惹到全香港人都中了這個Omicron 那我又不知道,這樣玩的會不會引起民憤呢? 或者香港人用一些形式進行一些反抗 當然大家知道,現在你說這些事情 又說國安法,又拉右鎖,你知道的 批評政府也可以說滅視政府 批評政府也可以說污辱政府 然後又拉右鎖 那他最重要就是我們收聲而已 但是,大哥,你那個是屎塔來的嘛 屎塔比屎那麼臭 嘩,簡直是那些呢 即是那些,一百種動物的屎龍 一起那麼臭的話 你怎麼蓋都蓋不到啦 特區政府沒有秘密的 秘密就是老作 秘密就是,根本那些事情不經過大陸 就拿出來做啦 結果,就天怒人怨啦 另一個秘密就是,其實香港人 現在都已經,唐平都叫做妥協啦 你連唐平都不給? 唐平都不給反抗,說廣狗入窮巷 然後發生什麼事 又不知道有些什麼恐怖襲擊 暴力襲擊的話呢 那到時都不知道是誰了 對不對呢 所以我想,在這個時間交給Lucy之前 可能Lucy也有其他問題 或者商家問題問啦 但實際上,我想今天節目裡面 特別是關注到 你整個防疫措施 大家記不記得呢 第三針,竟然呢 政府帶頭示範打科興 你打科興 跟我以前看的那個廣告一樣 不穿Jockey,不如不要穿 你去打科興,不如不要打一樣 就是說,大哥 你還玩這些低能遊戲 坦白說 你那一百三十幾萬 支持政府那些白癡 可以這樣說 那就食證咯 現眼報咯 支持政府咯 出來投票支持政府咯 那就自己吃光咯 所以到最後 香港人 被政府這樣摧毆 這樣捱發 就習慣了 遇到了 你只是令到香港人更加痛恨林鄭月娥 更加痛恨這個港共政權 更加痛恨整個政府 嘩,還有啊 那九十個忠誠的廢物 怎麼沒有聲音出啊 是不是 睡了睡覺啊 那九十件垃圾會忠誠的廢物啊 政府推過這樣的措施 一個話都不說 一個意見都沒有 是不是贊成啊 是贊成就很出聲啊 好了,我一會兒交給Lucy 我一會兒交給Lucy 布希怎麼看 其實 香港政府幾天之前要澄清 不會更堂食 但是幾天之後又 似乎要開始宣佈這個消息 把警方說出來 剛剛推出他的答案 我只是告訴你 把那幾三個重點 contribute moral 寫出來了 大家一向有这个計劃 問題就是 政府應該有人忘了風聲 於是政府覺得沒有面子 刁 restart 這就是謠言 但是,只把麻煩 你搞大人的肚子 品質真的是會生 結果到底 真相 香港政府幾天之前要澄清 不會ляются堂食 但是幾天 剛才說了這裏 我再把幾三個重點拿出來 打共同志一向就有這個計劃 問題就是說政府應該有人漏了風聲 於是政府覺得沒面子、丟臉就說這些是謠言 但是紙把不住火 你搞大人的肚子的人的肚子真的會生 結果今天記者叫出那裏 但是坦白說 你現在媒體敢不敢打好得面 你幾天前,你又說這些謠言 幾天後這些謠言變成政策呢? 為什麼沒有記者問呢? 這個就是政府想看到怎麼消滅傳媒 就會問一些一針見的問題 令到林鄭月娥口客臉黑 好了,第二個重點我再重申 剛才也說了 就是都沒有人再想香港防疫 玩東西而已 政府玩東西嘛 袁國映玩東西 那個梁教授玩東西 那就繼續玩 大家玩死大家 最後一點重點 你想想 當全世界都已經接受了武漢肺炎 已經去到一個高感染,低死亡率這個事實的時候 你還玩清零政策 喂,清零政策啊 愛國媒體或外國公司說清零政策已經失敗了 你還行一個這麼失敗的政策 只有失敗的人才行失敗政策 林鄭月娥這些失敗的人才有資格行失敗政策 所以你想想 一個失敗政策最終會怎樣呢? 會不會像明末啊 清末啊 唐末啊 或者是這個巡末啊 的歷史發展呢? 那可能未必的 現在你知道的啦 要發生都發生了 我自己 用不同的一些方法去預測 都未必這樣發生 但是這種仇恨啊 這種不滿啊 這種無能啊 這種腐爛政權 腐敗政權不滿 你覺得不需要還嗎? 一定要還啦